这是一个被诅咒的神秘国度 四名科考队员离奇遇难 其中一人更是露出诡异微笑 那么他们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 本级弹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视频内容均来自相关媒体报道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2021年11月13日 四名地址人员在对哀劳山进行森林调查作业时 突然神秘失踪 当被找到时已经全部遇难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救援人员在发现这四名遇难者时 其中有一个人的死状非常诡异 只见他掀起衣服露出肚皮 脸上还带着微笑 这看起来让人觉得不寒而易 仿佛在身前经历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据救援人员描述 这四名遇难者生前都曾当过兵 具备一定的野外作业经验和生存能力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搏斗与挣扎的痕迹 这食物也没有吃完 就连携带的PTK救援系统都没有打开过 按照常理来说 他们携带着食物和定位求救器 应该是有自救能力的 那么这四名地质人员当时都遭遇了什么呢 难道埃劳山真的存在着死亡诅咒吗 埃劳山位于云南中部 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 之所以叫埃劳山 是因为它曾是古埃劳国东界的界山 这里地形险峻 气候变幻莫测 很少有人会踏足到这里 不过这边地带也并不是无人居住的 早在秦汉时期 太族人就在这里建立起了强大的政权 叫做埃劳国 埃劳在太语里的意思是 中央或者中心 说明这里曾存在过一个古老稳定的王国 那在历史上 埃劳山这片区域曾出现过两次离奇死亡事件 就像那四名地质勘探人员一样 以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突然暴毙 这埃劳山在古代又被称之为西南夷 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 由于精力都放在了北边匈奴和南边的百岳身上 所以并没有对此地进行干涉 但到了汉武帝时期就不一样了 在他的统治期间 依靠卫青获俱病这两位杰出大将 成功打败了匈奴和南越 所以汉朝军队迟早会踏入西南夷这片区域 在汉朝和埃劳国的对战中 最诡异的莫过于陶一将军宋越的事迹 当时他率领了百名英勇善战之士 企图进入埃劳山的境内 想以出其不意的招式打败叛军 可没想到结果却出了意外 这些士兵竟然都离奇暴毙 被人发现时衣不遮体 并且嘴巴呈微笑状态 和那四名勘察队员死状一抹一样 无独有偶 清朝康熙年间埃劳山一带 又发生了离奇遇难事件 当时是以吴三桂为首的明朝将领 在云南地区发动了叛乱 企图挑战康熙的中央政权 不过当时天下太平已久 这些企图谋法之人 必然不会得到人心 果不其然没过几年之后 这三藩之乱就被平定了 在清军的围攻之下 吴三桂等残余势力躲到了 杳无人烟的埃劳山内 这之后怎么样了无人知道 直到康熙22年 一位猎户上山打猎时 发现了这些叛军的遗憾 和当时的汉军情况如出一辙 这些士兵都光着身子 衣服也整整齐齐的叠放在一旁 这现场整个看起来都十分诡异 这是科学至今都无法解释的现象 36名村民为何会离奇猝死 甚至还让整个村子因此被迫搬离 视频内容均来自相关媒体报道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在埃劳山中 有一个叫石亚口的离祖山村 村民们一直都过着与世无争的安逸生活 但就在30年前 这里又突然变成了一个 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据当地人描述 居住在这里的村民相继离奇死亡 以至于整个村 不得不搬迁到其他的地方 而那些村民的死因 至今都没有查明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一切还要从1993年 7月的那一天开始说起 当时一位叫 折腹财的村民正在家里干活 当他进屋拿东西时 发现在床上老母突然离世 而在这之前 根本就没有任何发病征兆 起初他以为只是晕倒了 于是便急忙进行查看 可没想到 他刚新婚不久的妻子 也突然在旁边倒地抽搐 这没过一会儿 就停止了呼吸 这一下可怕折腹财给吓坏了 刚才做饭时还好好的 怎么会一下子就突然猝死了呢 这离奇现象 让他很是悲伤 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 只能通知亲朋好友 来帮忙料理后事 结果他的小姨子 在奔桑回去时 也一头栽到了路边 暴毙而亡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在同一天时间 他们村子的另一户人家 也无故离世 也是没有任何征兆 就在消息传开之后 村民们都人心惶惶 有人猜测是村子里出现了瘟疫 为了避免感染 村民们开始把家里的牲畜 都往山上赶 然而此事很快就引起了 云南省景东县的重视 这县里派出了卫生员 到这里进行调查 在排除了人为投毒 和瘟疫的可能后 调查组又对四位死者的发病症状 进行了研究 最终一直认为是心肌炎猝死 但这种症状 怎么可能会导致四个人 在同一天死亡呢 即便是每个人都有心肌炎 也绝对不可能会如此巧合 但村民们在得知猝死 不具备传播性后 这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这生活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可就在卫生员前脚刚走 这惨案又发生了 有一个叫李富财的青壮年 突然在睡梦中离奇去世 这同一天他二弟的老婆也突然猝死 又过了几天 这家里的老父亲也毫无征兆的去世 原本幸福的五口之家 只剩下他和不到一岁的儿子 这家人的相继敌势 让他的心里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最终抛下来未满一岁的儿子 悬梁自尽 然而这个悲剧到这里 还远远没有结束 云南哀劳山死亡之村 到底有多恐怖 36名村民集体猝死 整个村子被迫搬离 这诡异事件频发的背后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视频内容均来自相关媒体报道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1993年 埃劳山死亡口村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 接连有20多个村民 以同样的方式去世 眼看着事情越来越严重 当地只好请求上级 派出国内顶级医学专家前来会诊 据说当时还有很多离世的村民 还没有来得及下葬 通通都盖着白布停放在院子里 这专家们在对死者进行身体检查后 纷纷怀疑是慢性克山病导致的 也叫地方性心肌病 也是一种比较罕见的 能让人猝死的急性病症 那这种病症一般出现在山区高原 等一些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带 这医学研究表明 引发的主要原因就是缺心 在得知了病因之后 医学专家们组织村民 服用一些寒心的药物 但这举措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 之后村子里仍有人不断离奇猝死 并且经过毛化检查之后 发现这些死者体内并不确心 那么克山病病因 这个说法也就不成立了 那这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之后县里将离世的村民 送到了研究所进行解剖 这医学专家们经过尸检 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克萨奇病毒 引起的病毒心肌炎 这种病症的主要传播途径 是饮用水和食物 但当专家们对当地的水源进行检测后 也并没有发现这种病毒 后来调查组经过走访调查发现 石亚口村民集体猝死的时间 只要爆发于每年的七八月份 此时正是雨水充沛的季节 一些脏东西经过雨水冲刷后 汇流到当地的溪流中 甚至里面还包括了生树们的排泄物 为了验证真实性 专家们在下一次下雨时 又对村里的水源进行了检测 果不其然发现了克萨奇病毒 之后县里对石亚口村的 饮水系统进行了改造 不再喝漏天的水 而是通过水管将水 接通到了村民家中 并且定期给村民进行身体检查 同时还安排了专业的医生留村观察 方便病人发病时及时抢救 本以为这个村子的厄运 即将划上句号时 离奇死亡事件又发生了 到了2002年的时候 村里又有24个人 在七八月份集体发病 但好在有医护人员提前准备 最终挽救回了16条生命 但仍有8人突发性死亡 这迪奇死亡就像是一个诅咒一样 阴魂不散的笼罩在这个村子里 从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期间 石亚口村共有36人 临这种未知的病因猝死 专家们用了10年的时间 也没有找到真正的发病原因 无奈之下 当地就决定将整个石亚口村 进行整体搬迁 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 粗发性症状 而关于石亚口村村民猝死的 真正病因 至今都没有准确的结果 这种种离奇而又诡异的事件 也因此给云南爱劳山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好了 本期的视频今天都讲到这里 关注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